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黄密琪 阿门出生 14岁就去了英国读书 然后就23岁回来去做这个食品行业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做开树类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鸡仔饼 这个就是鸡仔饼 真的是用南乳跟肉做出来的 这是给小孩子吃的 做的比较有咬劲 就是为了小孩子也能够锻炼他的牙齿 才做出来的面包 那当时候这个食品行业 其实我是接手的 它就只有15家门店 然后工厂也是很少 一家工厂 当初其实是不想要回来 比较喜欢那种就是金融图之类的 然后回来的话 其实也是我们家会跟我们说 希望是能够为社会负责任 就是贡献养育自己的地方 其实这个品牌已经有10年 我一接手了之后 我就有几个东西是马上去了解的 一个是面包的生产是怎么生产 我就去了很多那些展会 然后就学习它的那个机械 每一种面包 然后它是需要什么机械 什么工序这样子的 还有那个面包的那些原材料 基本上其实面粉也有20多种 然后第三的话就是那个数据 就是看数据 看得出哪里是出问题的话 马上整改 有没有顾客说什么 他们有没有想要看到怎么样的新产品 翡翠蛋糕很好吃 说自己没有看到了 对翡翠蛋糕 因为那个有一款那个原材料的那个工厂 不做了 我们正在找其他的东西可以代替它的那个原材料 我就常常会看评论 然后也会问一下我的一些员工 真的是给到我意见的那一些 我是四下可以有奖励的 十几家门店 现在已经有30家门店了 然后也现在已经开拓了那个加盟的市场 还有那个做电商 然后也有帮人家做那个批发 一些连锁的其他的品牌 其他的那些餐厅 医院学校我都可以有做 然后这个是做了一个五层的厂房 我就比较喜欢在这里生活 我觉得中山人还是最容易相处的 平易近人啊 这样子有文化素养的 还有中山它的地理位置我觉得挺方便 我去澳门也住一个小时 这边现在就很多协会 就是大家都能够进去 然后需要帮助的地方 也可以在协会那边找到帮助 那些政府们还是比较 尽心协力的去为人民服务 没有什么问题 他们尽量都会去帮你解决 所以就说其实如果你真的是实打实的 做实业的话 我觉得大王区是一个很好的基地 去让你发展 作为一名澳门青年 我希望可以扎根中山 把家族这个关于美味的事业 做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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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个人 但是我必须对越来越好 做得越好 做得越好